中年才懂 难怪王宇嫣倒贴 慕容妇也不要 你看慕容妇的床扮是谁 在天龙八部的开篇 锦庸就借着段玉作为第一视角 让她邂逅了钟灵 慕婉卿等美女 不过这些女子虽美 却都没有到让段玉目瞪口呆的境界 唯有当段玉登上曼陀山庄遇到王宇嫣时 段玉才当时明白 什么叫做呆肉木鸡魂不守舍 不过 王宇嫣身为好似不识人间无骨的神仙姐姐 却对表哥慕容妇牵肠挂肚 为了能够尽快见到表哥 王宇嫣不惜违背王夫人的命令 还跟着段玉离家出走 在江湖里历经了诸多磨难之后 王宇嫣如愿以偿地见到了慕容妇 王宇嫣貌若天仙 通晓天下各门武学 慕容妇则是武功卓绝 潇洒飘逸 又是一位名满江湖的青年才俊 二人若结为夫妻 可谓是天生一对地设一双 可慕容妇为何一再拒绝 头怀送抱的王宇嫣 慕容妇一出场就有北乔峰 南慕容的称号 然而慕容妇将全部精力 花在了光复燕国上 似乎对儿女私情颇为看淡 然而慕容妇终究只是一副血肉之躯 也有自己的七情六欲 书中是这么写的 王宇嫣大喜 直到表哥原谅了自己 投身入怀 将头靠在他肩上 低声道 表哥 你生我的气 尽管打我骂我 可千万别藏在心中不说出来 慕容妇抱着他温软的身子 听得他低声软语的羊球 不由得心神荡漾 伸手轻拂他头发 你看 当王宇嫣用入慕容妇怀中之时 就算是一向冷峻的慕容妇 也不由得心神荡漾 还主动伸出手来 抚摸王宇嫣的头发 不过 当慕容妇一想到光复燕国时 他又陡然变了脸色 慕容妇指他要去寻死 走上一步 伸手想拉住他手臂 口中想护 不可 但心中知道 只要口中一出声 伸手一拉 此后能否摆脱表妹这番柔情纠缠 那就难以预料 表妹温柔美貌 是所含有 何其如此 不有何悍 何况她自幼 便对自己情根深重 倘若一个克制不住 结下了什么孽缘 行妇燕国的大忌 便大受挫折了 她言念及此 嘴巴张开 却无声音发出 一只手伸了出去 却不去拉王宇嫣 等于说 此时的慕容妇 明知王宇嫣要投井自尽 但慕容妇仍是硬着心肠 可谓是毫无人性 看到这里 是不是觉得奇怪 慕容妇的光复 燕国梦想 何取王宇嫣为妻 似乎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 你或许会说 慕容妇想竞选西夏驸马 当然不能取王宇嫣为妻 可慕容妇 可以先稳住王宇嫣 在竞选驸马 待世成之后 将王宇嫣一并取了过来 不就成了 其实 天龙八部 虽然只是一部武侠小说 但却映射了人性的多变与复杂 不过需要人到中年的我们方能读懂 原来慕容妇还有一位床伴 虽不及王宇嫣之美 却让慕容妇心旷神怡 自由自在 在天龙的开篇 段玉被揪魔智所情 来到了燕子屋 然而慕容妇去了外地 招待揪魔智和段玉的是阿碧 和一位老仆人 书中是这么写的 前前那老仆来到小厅 段玉便闻到一阵优雅的香气 这香气 依稀与慕婉卿身上的体香 有一点相似 虽颇为不同 然而总之是女儿之香 起初段玉还到这香气 发自阿碧 也不以为意 可是那老仆一走出厅堂 这股香气就此消失 待那自称孙三的管家走进厅来 段玉又闻到了这股香气 这才领会道 先前自己所以大绝别扭 原来是为了在一个 八九十岁老公公身上 闻到了十七八岁小姑娘的体香 显而易见 同为婢女的阿珠身上 有处女之香 而慕婉卿也有 不过为何年纪相仿的阿碧却没有 其次 慕容复发疯之后 整日带着一个纸扎的皇冠 跟着一群孩童打闹 为何阿碧依旧不离不弃地 陪在慕容复身边 还与殷乌夜 哭得潸然泪下 笛者认为 阿碧已经将自己的清白之身 献给了慕容复 不过阿碧仍不要任何名分 不抢求慕容复取自己为妻 这就是阿碧和王宇燕的天壤之别 也是慕容复为何一再拒绝王宇燕的主要原因 如果慕容复要了王宇燕的身子 就必定要娶王宇燕为妻 这就会让慕容复竞选驸马的计划 鸡飞蛋打 再看王宇燕这边 他确实非常在意名分 金庸也如此写道 原来王宇燕伤心 是为了慕容复要去做西夏驸马 他娶了西夏公主 自然将王宇燕置之不顾 这样一来 就能解释王宇燕为何一再主动 仍遭到了慕容复的拒绝 而唯有给了身子 又不要名分的阿碧笑到了最后 初读天龙八部的我们还是懵懂的少年 哪能读得出金庸的言外之意